2019 拿破裏吃大禦 宏美縣在50公尺碟勢 以26秒99搶下決賽門票 成為中華隊首位以個人項目 晉級決賽的女子選手 桌球進行男女團體賽 女團在黃昕 蘇佩玲 李玉樽 合力連拿三點 成功以直落三擊敗英國 男團方面也傳出捷報 前三點彭王維 王太威 以及楊恆維 同樣連下三成 以直落三擊敗加拿大 我是根據他們的一些 之前的比賽經驗 然後去做拍點 那他們的表現也都讓我滿滿意的 對 就是發揮得上正常 女藍小組在第二站 對上由NCAA 一級亞軍 密西西比州大 班底組成的美國隊 但中華隊以85比93 不敵美國隊 吞下第一敗 我覺得大家表現很棒 因為其實大家到最後 都沒有想要綁棄 就算差距很大 我們還是想要把三次追回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柔道部分 男子90公斤級以上的陳盛敏 以及女子70公斤級以上的蔡佳文 分別在第二輪及首輪不敵對手 進入敗部復活賽 但最終仍無法晉級 無緣爭奪獎牌 SSU特派員李正寅綜合報導